请启动 为在台北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 历史十多年建盖 27号正式启动 27号启动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由三大场所组成 其中表演厅可以容纳6000人 并包含四大专业舞台设备 试图打造亚洲流行音乐的新地标 除了感谢刚刚各位 我点名了我们各历任的主委跟部长 还有市长以外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人很多人投入的努力 尤其是我们音乐界 给予很多很多的指教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不仅有表演厅 文化馆还有产业区 我们的表演厅这个是6000人 在外面还有那比较小的life house 200 800 1600 还有户外场所可以装3000 而投入原民音乐领域的音乐人表示 期盼到过北流中心提供的音乐平台 及展演空间 使原民音乐更有多元的发展 同时让民众听见原民音乐 台湾的流行音乐有很多种的类型 尤其是从1990年开始 其实台湾原住民在主流歌坛上 真的是异性崩发 那我相信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对于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音乐 一定要更大力的加持 文化部表示 除了专业的设施外 北流中心也整合古居科技 提供更完整的音乐展演需求 也希望透过完备的设施规划 培育流行音乐的专业人才 原创新闻 Alice 56 台北市采访报导